南亚大帝在先脱印朝 各国不断亲近中巴两国 近期南亚国家出现了一股脱印朝 引发了全球侧目 首先孟加拉国的大学生们 推动了亲印元首的下台 而新生政权则计划向中国采购 坚实战机 并从巴基斯坦购买海德尔坦克 你看这一操作有着双重目的 一方面旨在增强孟加拉国的国防能力 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 就是想获得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政治支持 这一系列的举措表明 孟加拉国正逐步脱离印度的影响 走向更加独立的道路 你看不止孟加拉 斯里兰卡也表现出对印度强权政治的不满 拒绝接受印度对其港口政策的干涉 尤其是中国科考船和军舰停靠的问题 显然这些南亚国家 不愿意再将印度视为南亚的唯一霸主 正在寻求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 咱从历史上看 印度自从脱离了英国殖民统治之后 继承了英国这个霸权思维和国策 试图将南亚视为自己的后院 并以蛮横手段强加自己的意志给其他国家 曾经的西津和如今的孟加拉 正是因为不服从印度的霸权 最终还和印度发生了战争 导致被吞并或者与印度分道扬镳 印度虽然试图通过强硬政策 巩固自己的区域主导地位 但其综合国力太有限 这种粗暴执法 它不可能真正赢得邻国的支持 反而寄了大量的怨恨 孟加拉国的脱颖行动 是这一现象的鲜明力政 南亚各国正逐渐认识到 印度虽然勃勃野心 却缺乏必要的软实力和外交技巧 赢得各国的尊重与合作 正如那句话咋说的 小姐的身体丫鬟的命 印度试图通过霸凌政策实现大国梦 但其结果是与邻国的逐步疏远 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呢 印度国内有着极大的社会分裂 信仰文化语言多样性 让印度难以形成真正的统一 印度政府的强硬手段 也不能有效的处理国内的武装冲突 反而激化了国内的矛盾 而这些镇压政策被印度外溢到其他的邻国 最终引发了南亚各国的强烈反感 尽管印度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但由于其国内政策的失败 印度不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影响力的国家 反观中巴两国 南亚国家为什么愿意亲近呢 不仅是因为中巴在国际舞台上 保持了相对中立和不干涉的立场 更因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 帮助许多国家发展经济 改善基础民生设施 这种合作共赢的模式 正是南亚国家所希望得到的 中巴所展现出的尊重与友好 令南亚各国看到了摆脱印度的另外一个路径 总之 印度如果继续以霸凌姿态对待邻国 将难以实现起大国梦想 相反 中国和老巴巴基斯坦 以合作和和平为基础的外交政策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靠拢 就像西点石一样 如果印度不反思其内政外交政策 未来会将面临南亚国家的集体抛弃 而中国和巴基斯坦将成为这些国家的最终选择 这些国家的集体抛弃